大家有看到剛剛那長堂的隊伍嗎 其實這種隊伍在東京已經不是很少見 超級多 尤其是最近 那為什麼我現在坐在這裡 因為今天要在澀谷訪問一些年輕男女生 關於珍珠奶茶的發明地是哪 因為我居然有日本朋友問我說 欸 你有喝過珍珠奶茶嗎 你知道珍珠奶茶哪裡來的嗎 你怎麼會喝珍珠奶茶這樣嗎 這種問題 我就會覺得 欸 天啊 我都要翻他一個白眼 珍珠奶茶是台灣發明的 他居然不知道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 到底有多少日本人不知道吧 GO 有哪個發生地在哪裡 中國 中國 有點近 台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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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不知道 請問一下 ポルトガル的時候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台灣 隨你 台灣 是台灣 台灣 知不知道 台灣海洋 是有多麼的 韜太洪海 是韜太洪海 我以為解釋不懂 不懂 妳知道,台灣 很不 不 可以解釋 啊 北京 北京 不是 ... 奇怪 有史菜籐有了 欸 中! 是 台灣船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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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古屋的名臣 是的 大家有這些東西是有了嗎? 對 收藏 你知道嗎? 你看到的地方有嗎? 你知道嗎? 你知道嗎? 在他店裡見過的地方 對嗎? 對 很近 是嗎? 對 是 是 是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好 這個樣子 是 是 是 我來洗 我沒解決 這是 製作用的 是 是 你不知道嗎? 我看過了的 製作中 上一張 製作中 一張正常 一張正常 製作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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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乃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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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訪問結束了 那大家看完有沒有 還是有點小驚訝呢 居然大家對台灣的印象 有點稍微的小小薄弱 尤其是對台灣的食物方面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現在日本已經對台灣 也是有慢慢的認識 那像住在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那下次見囉 掰掰 好喝 珍珠奶茶 一起喝 珍珠奶茶好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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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珠奶茶 按個皇上 便宜 天津 強的